一人陀宗華再次挑戰大螢幕 電影9月4號竟然是翻拍 轟動全國的花蓮五子命案 而拍戲現場還傳出靈異現象 新屋主才在5月12號 請來激公法師 在五子凶宅門前念念有詞 隨機帶領50隊伍走進室內 進行禁屋法事 而當時屋主家人 正在錄影的手機 也一度出了狀況 只見影片聲音模糊 畫面一卡再卡 看到的親友都覺得奇怪 現在又要翻拍成電影消息一出 民眾看法兩極 有那個戲劇的張力嗎 還是那個賣座的那個 不太會去看吧 為什麼 至少我們這邊的人不會去看吧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就在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 對啊 好不容易才恢復平靜 但也有民眾表示電影紅了 也算是另類的促進地方觀光 轟動全國的社會案件 電影還沒開拍上映 先成為話題 記者家外林外文宣花蓮報道